重磅好消息就像狂野绞杀和杰奥老马一样 麦特凯将出能够改变技能的时装 名为钢铁之躯 这种的获取方式和刚才的两费是一样的 都在组织商店里兑换 这下新的A人三费终于凑齐了 即将上线的新通灵兽是三头犬 它的效果是命中对手可以让对方持续掉血10秒钟 我记得罗力道的大招就是三头犬 不知道表现是否会有所不同 这大概率还是一个98元的直购通灵 视频洗脸次数也会优化 之前是每天50次 今后将变成每周350次 恩法奇调整方案出炉 三雷子终于回归了 能量上限由四格变为八格 但是还是四格能开雷凯 透明憋得越久 持续时间越长 而且这个能量条的数量是可以带到下一场决斗的 组合机命中现在是获得一格能量 更新之后变成两格 雷凯状态下可以通过攻击获得能量条 消技能充能机制 在雷凯状态下 所有的技能均为加强形态 为爱冲锋的勇士终于回来了 超哥的小神罗体现了无敌时间 大神罗增加了范围 知道会表现如何 山椒鱼伴藏增加了山椒鱼可以出现的范围 同时增加了毒的伤害 极大的提高了他的压场能力 五大队长减少陈队前摇 优化打击范围 减少土盾前摇 增加能量条的回复速度 金银角增加芭蕉扇七星剑的伤害 减少红葫芦的前摇 增加他和黄金绳的伤害 小土豆此技能的充能时间 由6秒变为10秒 初始充能点由两个变为一个 一天不再有攻击判定 同时降低高度 调整普攻的伤害分配 整体优化受机判定 红面具神威三段的冷却时间 由8秒10秒14秒 调整为10秒12秒和14秒 神威派生剑气调整为普通攻击 不能打断技能且能被普攻打断 趋望跃滑 减少范围增加前摇 这下红面具算是死透了 因是减少技能二段持续时间 减少位移范围 减少刺诱回旋的攻击范围 增加刺诱前摇 整体降低技能伤害 技能冷却有10秒12秒15秒 不改为10秒13秒和16秒 同时调整普攻伤害分配 创力逐渐增加木分身技能前摇 增加技能攻击范围 派生普攻不再增加冷却时间 凹一点由4个变成6个 变身奥特曼消耗到凹一点 有两个增加为4个 释放最终凹一会消耗所有的凹一点 我还没拿到就要被虚弱了呀 13主角和配角同时受到攻击时 新增消耗一个凹一点 可以让主角替身到对手的身后 本来就容易被人双倍灌伤 一下总不至于被打还逃不掉了呀 通灵兽鲨鱼降低伤害 优化二次回咬判定方式 优化打击效果 别的帐幕减少5秒钟冷却 在目标视角里 时间替身 双方的血条和凹一点都会被遮挡 现在版本好像是可以看到 释放者的血条和凹一点的 雷电门增加持余时间 新增授击判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